哈日族超爱的一封堂拉面 2012年5月来台开店 由连锁餐饮集团干杯经营 现在他们打算退出拉面市场 出售旗下经营干杯一封堂子公司 百分之百的股权 卖给日本母公司 双方签力协议意象书 说起这两家店的结缘 是一封堂创始人何元陈美 有一次到干杯用餐 对干杯营造的活力气氛很是称赞 双方理念一拍即合 现在一共有八家店 只是这几年经营费用偏高 去年做出体质调整 营运逐月改善 而干杯进军中国后表现亮眼 在集团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希望集中火力发展烧肉市场 日本方面认为 台湾的拉面市场仍大有可为 双方签订意象书后 日方会进行财务法务的调查 才会正式签约